形象正派的已婚男演员邓子峰相约深夜车阵 两人被香港警察发现时跟一起求情 消息曝光后全港哗然 待事案的吴启丽与邓子峰就一起喊冤 吴启丽更表示是笑话一桩 我觉得是一个笑话一钟 我听到的时候以为是那个传媒的朋友跟我开玩笑 可是我没想到是原来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所以第二天自己其实也挺惊讶的 因为我75岁的那个舅妈打电话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没有了笑话一钟了 我每一个朋友都知道 因为现在媒体那个互联网实在太厉害了 然后电脑也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次谣言起自于香港纪律部队网站 内容提及一部警队冲锋车 深夜于新界八乡七星港 发现一部商务车 警员上前用电筒照射车厢 发现某电视台的扫毒男女演员在玩车阵 其中女演员的裤子更已经脱到一半 网友随后猜测 某扫毒男女演员 暗示参演热门港剧雷霆扫毒的吴启丽与邓子峰 消息流传到最后 甚至也被为吴启丽遭警方拘捕 但吴启丽兼称跟邓子峰不熟 没有耶 因为我连他电话都没有 所以根本没可能传得到他那边去 没有找不到他 对 感谢观看